4月2日报道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一日称 他们正在华盛顿协助中方下载 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的 驾驶舱换音记录器数据 NTSB是一个独立的美国联邦机构 负责调查和确定 美企美国民用航空事故的可能原因 由于美国是全球民用航空器的 主要制造国之一 NTSB参与了大量国际飞行事故调查 MU5735航班的驾驶舱换音记录器 已经送到华盛顿NTSB实验室 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有可能为调查人员提供航班上 三名飞行员的交流细节 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相当于声音信号的采集器 驾驶舱内的所有声音都会被记录 如飞行员对飞机技术状态的讨论 飞行员操纵意图的表达 仪器仪表发出的警告声音 还有飞行员和塔台的联络通话 驾驶舱内其他的背景音等 是分析事故原因的重要证据 NTSB还表示一个由三名调查人员组成的小组 已经乘商业航班前往中国协助调查 目前还不清楚调查人员是否将前往追击现场 也不清楚将在中国停留多久 但他们有可能会在中国待几个星期 来自波音公司的一个小组 也正前往中国协助调查 目前两部黑匣子数据正在解码中 将在事发30天内完成初步调查报告 更新夏公司的cies案 柱瓶 柱瓶 会 舞蹈